47名發起或參與去年民主派初選的人士 被控處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案件下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法院外由早到晚都有聲援被捕人士 穿著黑衣的人群聚集叫口號 大批警員傍晚在法院外一致排開推進 驅趕在場人群 要求往東京西街方向離開 大批機動部隊人員傍晚6點作出驅趕 警員使用揚聲器廣播指 法院外發生未經批准集結 要求在場人群包括記者 沿東京西街往例之角度方向離開 警告不肯離開或會作出檢控 又要求大批記者不要阻礙行動 今天下午警方多次舉止息及藍色其次 指現場集結人群叫喊內容 有分裂國家或顛覆國家政權等意圖 有可能構成港區國安法的罪行 並警告現場人群 如果仍然集結和逗留 將以武力驅散 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